警 colon PAYC 那個我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我想這個其實達力可以補充中很多 我這邊也有那個powerpoint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剛剛自戀的那張 好事實上是很有名 这个纳西瑟斯的神话 那纳西瑟斯的神话 这一章里面其实可以看很多东西 因为他本身就是拿给佛洛伊德看 那佛洛伊德最主要是认为说 他有一点点是把 因为佛洛伊德他的品位老实也讲 他是比较喜欢类似 像这个达文西那个样子 就是他是很隐贵的 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那他会认为说可能 达利可能看了太多的精神分析的书 然后到最后就变成帮精神分析在做插图一样 就把精神分析想要讲的东西画出来 但事实上对佛洛伊德来讲 他认为说他升华的理论 认为说其实是所谓升华 就是由这个本来是性的题材的东西 转为非性 所以他外观上他能够掩藏的很好 那样的东西才是佛洛伊德所赞赏的 那我想在这里我先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父亲走母亲走 等一下可以再回来看 刚刚这一件作品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其实未必一定要把这一个 讲成是他的哥哥 当然他那种double image的情节是有关联的 因为有一个死去的夭折的哥哥 所以他会很害怕 希望说跟他认同成为天才 但是呢 因为这是妈妈所夸奖 他又有恋母情节 所以他会蛮在意的 但是呢 这个同时他希望跟他拉开一段距离 免得两个被看成是同一个东西 那事实上这两个东西左右 左边这一个事实上是纳西瑟斯本人 就是他看水中的倒影 那他因为太爱看自己的美丽的面庞 看到最后他反而憔悴而死 因为可能不吃不喝 就是一直看一直看 那到最后他就是 死而别人同情他 就是把他化成 这个神把他化成是水仙花 所以这个水仙花这个神话的来源 但是右边这一个形象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除了 真正卡拉瓦桥原来的那个画 比较早期的卡拉瓦桥画是 就是有一个美男子在看水中的 他自己的倒影 所以这个倒影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双重影像 但是在这里他变成在右边 有一个双重影像 那这个右边这个影像 基本上是有平行有接近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各位看到不完全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很明显是一个手掌 有没有 各位看到是一个手掌 食指拇指 这个变成是拇指 食指 然后掐着一颗蛋 那当然蛋长出来 这个就是水仙花这个故事 那我们也不要忘了 达利他其实也透过这个 摄影师帮他拍过一件摄影作品 他自己全驱在一颗蛋里面 他好像自认为是软身的 而不是胎身的 这一点也是蛮有趣的 那总而言之呢 他在其他的画里面 他也有画过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跟父亲那一根肘 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画这一个 威廉泰尔那个系列 他里面也有这个鸟巢 里面也有很多鸟蛋 那总而言之 蛋本身是跟繁衍下一代 繁殖下一代有关联的 那达利一般的学者的专家的研究 他是性无能的 所以他基本上他其实反而是有这一方面的焦虑 那他找到的这个鸟拉事实上年纪是比他大很多 那父亲又很反对 所以他事实上一直在他认识鸟拉之前 然后在他妈妈过世之后 其实中间还有好几年 那好几年他事实上一般也都认为他跟很多同性的朋友过同胜密 所以他好像也有同性恋的倾向 那总而言之在当时来讲 他确实是有性别认同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背后 我们看到远处 这一个双重影像的背后 远处有男男女女的这个嬉戏的这个画面 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异性艳的一个世界 但是各位有没有看到右边这里有一个孤独的男人 还站在一个高台上面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磕首这里 那他是裸体的 而且他是臀部朝前 一般都认为说 他经常会有去对比这个异性恋 跟一个孤独的男人 好像相对来讲是比较 尤其是同性恋比较强调臀部 这个部分他是比较像是同性恋的一个象征 就是他挣扎在异性恋跟同性恋之间 我想是有一些情节 那当然这个神话本身 原来他事实上是 这个神话有人认为说古希腊的神话 他其实也是一种男同性恋的一种原型 为什么 因为代表异性恋的这个echo 这一个一般叫做回生或是回音女神 他是喜欢纳西瑟斯的 但是纳西瑟斯因为他是自恋 他只看自己 所以从来不理这一个回音或是回生女神 那这个回生女神当然就很痛苦 他等于算是一个没有回报的或是不是一个这个有互动的这种爱 是等于是单相思的可以这样讲 那他等于算是他是处在一个没有办法跟达利或跟那个纳西瑟斯取得一个对话关系的 这种一种一种非对称的一种一种两性关系 那一般这个回生女神 也有学者认为说是不是他也好像把他变成是双重影像来呼应 但是我们不知道 那起码在这个山凹 各位仔细看这个远处 就在这个单独的男人的更远处的这个山凹里面 其实还有再重复一次这个形象 那有人认为说他的这种重复再重复 其实就有一点类似repeat 就是类似那个echo 那个回生 在回应 这个更早的这一个纳西瑟斯的这个部分 那原来他这个回生女神 他是蛮可怜的 他就是说他没有在语言上可以跟纳西瑟斯对话 没有那个代表 可是他每次他可以重复 纳西瑟斯这个自怨自爱的这个自言自语的这个部分的 部分的话语他会再重复 这个才叫回生 就是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只是重复别人 然后他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 不同主体之间的一种沟通关系 那我想这个 当然这个主题 当然在心理的层面 也有很多人会去看重 那我们先回过头来看 不然要讲达力最主要就是要有这一个 因为伊底帕斯情节主要就是三角关系 就是孩子跟父亲跟母亲 这三角关系 那从达力的这一个作品里面 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 跟母亲比较有关系的这个部分 这一幅画各位也可以注意到 也是他 这个这些画其实都是差不多他认识这个嘎拉前后 但他的妈妈事实上是在20年代初就过世了 达力156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达力是1904年生的嘛 所以他妈妈好像如果没记错是1920还是21年 顶多22啦 就是在20年代初就过世 所以他隔了这么久当到这个认识嘎拉前后 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对母亲的死亡 或是母亲的恋母的这个部分的投射 我们可以看出来 最主要在心理学里面的解释就是说 各位看到这个 这一块大岩石据说是他家乡就有的一块大岩石的造型 那这个是他自己的自画像 经常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这里有海边呢 可是却没有海水 那一般来讲这个母亲的象征一般都是跟海洋有关系 在传统的人类学里面神话里面也是有关系 可是他没有缺乏海水 也意味着这个妈妈不在 那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母亲对于精神分析来讲就是乳房作为化身 因为哺乳跟婴儿的关系最重要就是乳房 可不可以看到这块岩石里面有两个大洞 焦空了两个大洞 好像这个乳房事实上是被剥夺 换句话说母亲已经过世了 不在 那反而在精神分析里面来讲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就被压抑的东西他会在反弹 有回归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更远处还有一个 这个焦空的部分还有一块石头 然后石头里面还有一个女人 女人的躯干 然后他这个女人是手托着自己的乳房 所以这是补偿的心理 因为前面这一个部分是 代表象征乳房的位置的 已经是跳空了 就是母亲的过世 但是一个新的对象 或是一个新的欲望的对象 可能在远处 所以已经诞生了 这个就是后来Gala 那我们刚刚在这个岩石上面 其实它里面还左半边还写了很多字 你们如果仔细看 它里面还写了很多字 用法文写 因为这个时候达利已经到法国来 所以它不是用西班牙文写 它是用法文写 M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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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Mame的法文就是这个 My mother My mother My mother 所以它这里面充满了对于母亲的这个呼唤 那因为重复了太多次的这个 My mother My mother Mame Mame 这个字眼 在这个左半边的这个 凹凹的地方 凹陷的地方 它都写了 我的妈 我的妈 但是这种重复性 让你有一种感觉 好像海洋那个波浪 一波又一波 一波又一波 我就对他妈妈的一个呼唤 但是已经再也换不回来 因为是两个焦空的这个象征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对母亲的一个怀念 那这一个部分它是叫做伟大的智慧者 Mustervator就是这个智慧的人 但事实上它并不是在画男性智慧 我想它自己本能是一般的研究是性无能的 所以它基本上这个男性也没有在智慧 它只是一个化身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腿上面还有这个血丝 很奇怪的这个洛宏的这种血丝 那反而是一个女性比较主动 那其实在它跟Gala的关系里面 一般也认为Gala虽然年纪比较长很多 但是也是是他后来结婚的这个太太 但是同时他Gala原来是另外一个超限时的大师人 叫Elia的老婆 但是这个Elia也很宽宏大量 他发觉他老婆跟达力一拍即合 一见如故 他就就浪显 他就自己跟这个这个等于是 等于算是自己就就离开了 那这个Gala后来很快的就跟这个达力在一起 跟这个年轻小伙子在一起 但一般的研究都认为Gala的个性是比较武断 比较主动 比较强悍 个性的一个女人 所以通常在这里 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达力的字画像又出来 比较的一张 如果您的看过去更新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达力的一张 我们可以看到达力的一张